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基因编辑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基因的喜剧演员 逗笑细胞的段子手 2.基因的建筑师 构筑生命的蓝图 3.基因的探险家 寻找遗传的秘境 内魔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基因的喜剧演员 逗笑细胞的段子手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 基因中的喜剧明星 也就是那些在我们身体里 负责逗笑的细胞 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段子手细胞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 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工作职责 就像一个繁忙的工厂 每个工人都忙碌于自己的岗位 但是就像任何一个严肃的环境中 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幽默的灵魂 我们的身体中也有这样的细胞 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 给我们带来欢笑 这些段子手细胞的代表 就是神经细胞中的一群 它们负责释放让我们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 比如多巴胺和血清素 当我们听到一个笑话 或者看到一个有趣的场景时 这些细胞就会开始活跃起来 释放这些化学信使 让我们的大脑产生愉悦的感觉 想象一下 这些细胞就像是一群 站在舞台上的喜剧演员 它们的任务就是要让观众 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发笑 它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逗了我们 有时候是一个巧妙的语言游戏 有时候是一个出其不意的动作 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无厘头的表情 但是 这些段子手细胞也是非常专业的 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该严肃 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 当我们处于压力或者危险的情况下 它们会暂时收起笑容 让其他更加专注于应对挑战的细胞上场 但是一旦危机过去 它们又会回到舞台中央 继续它们的喜剧表演 当然 这些段子手细胞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 比如当我们处于长期的压力之下 或者受到某些疾病的影响 它们的表演就可能受到影响 导致我们感到不快乐 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给予它们一些支持 比如通过运动 良好的饮食 足够的休息 甚至是寻求专业的帮助 来帮助它们恢复状态 重新找回那份欢笑 总之 我们的身体中有这样一群喜剧演员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欢乐 下次当你笑出声的时候 不妨感谢一下 这些默默工作的段子手细胞 因为 它们是我们那在喜剧舞台上 不可或缺的明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等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的建筑师 构筑生命的蓝图 各位亲爱的 生命建筑爱好者 今天 我们要来聊聊 那些在生物界中 担任着最重要建筑师角色的小家伙 基因 这些微小的奇迹 就像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楼盘 构筑起了生命的万千面貌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些不可思议的生命蓝图 首先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建筑师 你会需要什么 蓝图 材料 工具和一个计划 在生物的世界里 基因就是那张蓝图 而这张蓝图藏在一个叫做 DNA的神秘圈轴中 DNA是一种长长的分子 由四种不同的化学物质 成位和甘酸 组成 它们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 就像是建筑师的笔记 书写住生命的设计方案 这些和甘酸 分别是线票令 A 鸟票令 G 包密定 C 和胸线密定 T 它们组合起来 就像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摩斯密码 这个密码非常独特 因为它不仅告诉细胞 如何构建蛋白质 生命的基本建筑材料 还能够指导整个生物体的成长 发育和功能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基因是建筑师 那摩染色体 就像是它们的工具箱 每个染色体 都装满了许多不同的基因 就像是一个个小车梯里 装满了螺丝钉 钉子和螺帽 而当这些基因开始工作时 它们就像是一群热情的小精灵 在细胞内跳来跳去 确保每个部分 都按照蓝图上的设计来建造 但是 就像在建筑过程中 总会有些小插曲一样 基因也会遇到一些小麻烦 有时候 一个小小的错误 成为突变 就会导致整个设计方案 出现大问题 这就像是你在组装 一个一家家具时 发现少了一个螺丝钉 结果整个书架都外泄了 在生物体中 这样的错误 可能导致疾病或者其他问题 不过 别担心 基因也有自己的维修工具 细胞内有一套复杂的修复系统 能够识别和修复这些错误 就像是有一个随时待命的维修队 准备随时出动修理那些 不听话的家具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基因工程 这是一种现代科技 允许科学家们像玩乐糕一样 重新排列基因 创造出全新的生命形式 这就像是给建筑师一个魔法棒 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设计 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建筑奇迹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只蝴蝶翩翩起舞 或者一棵树叶随风摇叶时 记得 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那些不起眼的基因 这些生命的建筑师 默默地在每一个角落 构筑着我们这个美妙的世界 让我们为他们鼓掌吧 但别太大声 我们不想吵醒正在休息的细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的探险家 寻找遗传的秘境 各位亲爱的遗传学爱好者 准备好你们的DNA双螺旋绳索 我们即将踏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基因探险之旅 寻找那些藏于细胞深处的遗传秘境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 那位伟大的探险家格雷哥 孟德尔 他在19世纪的花园里 通过对豌豆植物的研究 揭开了遗传学的序幕 他的工作就像是找到了一张藏宝图 指引后来的科学家们 深入探索遗传的奥秘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探险队伍变得越来越强大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 像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 他们使用电子显微镜 PCR机器 基因测序仪等高科技工具 深入细胞的核心 探索那些神秘的基因码 在这场探险中 我们发现了DNA 这个生命的蓝图 它以一种非常紧凑的方式 储存住所有生物的遗传信息 就像是一本古老的密码书 只有最聪明的密码破译者 才能解开其中的秘密 然而 基因探险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我们遇到了突变这个顽皮的小精灵 他喜欢在DNA序列中捣乱 有时候会导致疾病 但有时候也会带来 意想不到的进化创新 这就像是在探险途中 突然遇到了一条未知的分岔路 让旅程变得更加刺激 在21世纪 我们的探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Chris Perkar 9 这个基因编辑的瑞士军刀 让我们能够精确地修改基因 就像是在地图上 重新绘制路线一样 这不仅仅是寻宝 更是创造宝藏的过程 当然 这场探险也带来了伦理上的挑战 我们必须谨慎的 权衡科学的进步 与对自然界的尊重 确保我们的探险 不会对生命的多样性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每一位参与这场探险的人 都是一名基因的探险家 无论是在实验室里 还是在电脑前分析数据 我们都在寻找那些 能够解释生命奥秘的遗传秘境 所以 吸紧你的安全带 调整你的显微镜 我们的探险才刚刚开始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基因中的喜剧演员 建筑师和探险家 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胞和分子 背后却蕴藏着无穷的幽默 创造力和奥秘 他们在我们的身体中 默默工作着 为我们带来欢笑 构筑生命 揭开遗传的神秘 不管是豆效细胞的段子手 基因的建筑师 还是探险家 他们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让我们每天都能笑出声 身体健康 拥有独特的遗传特征 在这个充满科技和革新的时代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知识 来改变生活 创造未来 但是 我们也要谨记 科学的发展 必须与伦理和尊重自然界相结合 我们应该谨慎地运用这些知识 确保我们的探险 不会对生命的多样性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基因 有什么样的好奇心 或者疑问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个神奇的基因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